先將一個人的人格 直接的處理掉 這我覺得很痛心 一年前陳宗彥不承認 曾接受性招待 現在監察委員打臉 細節也曝光 他否認自己是陳董 但有關LINE裡頭那個貼圖 他承認是他本人沒錯 監委詢問的就是 先前爆料與業者的對話截圖 看來這個大頭貼 陳宗彥本人承認是本人 但最經典的對話 小雲有空嗎 這個LINE的內容 他沒有承認也沒有否認 他只表示說不記得了 這一點我也不相信 陳董這麼赫赫有名 我不曉得還有哪一位陳董 可以接受這樣高檔的招待 忘了小雲也不承認陳董是自己 但三位監委 從LINE截圖得知 陳宗彥的代稱 有陳董同學老闆的朋友 疑似在二位 二零一三一四年接受八次性招待 雖然陳宗彥不承認 但微信的對話中發現 陳董任職於市府 且協助縮短流程時間 這指向時任民政局長陳宗彥 因此不采信他的說辭 民進黨講的抗中保台 說大陸的這個通信軟體 我們會有洩漏資安的問題 當你在叫小雲的時候 你難道不怕大陸聽到嗎 不只不認接受性招待 連對相關進度的詢問 也說是關切不是關說 他坦承他關切 業者的一個案件的追蹤進度 但是他沒有施壓 關切這個工程 變更工程的時間序 接著跟問小雲有空嗎 的時間序是密接的 社性招待官說彈劾卻沒通過 提案監委王美玉很遺憾 只能公布調查報告 含請難解病案調查 只不過光調查過程 難檢總以涉灘為由 數難提供資料 更別說現在 重啟調查後 還處於月券階段 能查出什麼 恐讓陳宗彥再次躲過 記者石文賢張良浩台北報導 記者石文賢良浩台北報導